当初互联网很多企业在整合其他实体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说没有盈利模式 你比方说微信 我们现在很多人用微信 短信发送是要花钱的 微信是不花钱的 很多人说你不花钱 你猜怎么盈利啊 可是现在你看看吧 当你大量用微信的时候 微信绑定你的银行卡 微信捆绑了社交平台 微信垄断了你对外界的一种 支付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微信你是白使的 可真是白的用了吗 你这种消费习惯 你作为一个用户 等于给腾讯提供了很多可能 就像他那一个QQ 他在QQ上面能做多少文章 所以我们现在往往用实体的那种 单一入口单一出口 产供销一条龙的盈利模式 来夺色互联网企业 那这是男员美折肯定不对 那么说马云进入这行业 是有他深谋远虑 那么他花了12个亿 值不值呢 我首先说绝对值 你单独从现在恒大的品牌价值 和吸引的眼球来讲 这12亿就值了 而且从现实考量 12亿也值 为什么呢 他占50%的股份 恒大的一个租球学校 就投了11个亿 加上这几年不间断的投入 绝对不止总共24个亿 你马云占50%股份 就拿了12个亿 我认为这都是占了便宜了 有人在这50%这上面做文章 说这50%你看马云也没控股 说双方这将来怎么整 这你太小瞧 这两位老板的气度 所以你争这51 49 说白了 开个食杂店 办个小工厂 双方争51 49 控股 争到了这个级别的老板 他们都很清楚 公司法规定的 你要想有重大决策要懂得会通过 必须得是 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 51%说了不算 所以这个50%对50 无非是表达了双方一种诚意 对现实当中 谁来控制这个俱乐部 没有多少影响 而且许家人也再次提到 他将来一定会这么干 就是一股 比方说这个双方各自退后 各占30% 拿出40%呢 要吸引至少40家企业 来入股到其中 一股6000万 就真正的实现 多加十股 所以到了这个平台上呢 所谓谁来把控这局面 谁真正的说了算 它不是很重要 关键看双方这种模式 能不能在盈利方面 有高度的吻合 你像恒大墓地 我多卖房子 我卖我的矿泉水 马云是跑马圈地 双方不是在一个槽子里争实 那么只要把恒大俱乐部 这个效应用好了 双方基本的厉害冲突是没有的 只要这个俱乐部 能够还继续积极向上 能够还在中国联赛是第一 能够拿亚冠冠军 甚至失去杯的冠军 李皮能够把这对带好 这就是双方最大的力 再一个12个亿 对马云来说 这个投入啊 有可能是这几年 阿里巴巴并购过程当中 和入股过程当中 投入最小的 近几年来 阿里巴巴的大手笔收购动作不断 2013年4月 马云先是斥资37亿元 卖入新浪微博18%股份 进入2014年 阿里巴巴的并购和投资更是密集 先是3月份 花53.7亿港币注册银态 4月份 又赤资33亿元 收购恒生电资 投95亿元 全资收购高德地图等 这不完全统计 过去两年 阿里巴巴体系 相继通过投资和并购 花费掉的资金 已超80亿美元 阿里巴巴的并购